在这里呢我们先来插播一个小的新闻 有一位观众他是在网上跟我们进行的留言 这个观众叫林文杰220 他说许总你们好 就在今天中午的3点35分 我接到了优秘网工作人员的电话 希望能够通过视频或者连线的方式跟我进行交流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今晚刚好我有一个个人的私事 不能如愿参加今天晚上的互动了 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但是我在这里当时互动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马上要面临实习 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如何转换学生和员工角色之间的这种转变 在这里呢我们也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 还想着我们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去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大家知道从大学四年 然后高中三年你们一直在读书 其实读书以后走上实习工作岗位 不管是正式岗位也好 实习工作岗位也好 第一天是一个转变 就是说你从学生兴奋变成一个员工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考虑到几件事是一个 又认识到自己 就是说是一个员工 所以说员工该遵守的规则 你是要遵守的 所以我建议第一天你一定要准时到 因为好多学生有时候上课是无所谓的 或者你迟到老师也不会花你什么的 但你作为实习生你的上班是不是准时不准时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核 第二个是说从某种角度上 仪表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穿得非常漂亮 非常亮丽 就是说你是做成绩员 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你做修硕 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因为这个并不是说你觉得自己好看 你尊重你的同事 你能够很快融入整个团队 第三方面我觉得是说比较细心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好多学生 不管你是读了研究生或大学生 觉得你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你想一下 你的师兄师姐 或者是你的以后的那个同事 其实他们十年以前已经走过这一天 他们学的东西比你远远比你多 所以你要比较细心 就是说在问课题要好 多学习 同时也发表一些意见 但多要细心学习 这方面会给用人单位 实习单位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也使到其他人更加愿意救你 因为实习你可能实习三个页 也可能实习六个页 实际很非常宝贵 怎么样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在这一部分里 我还是像刚刚第一部分那样说 只能看十分钟的话 我觉得您这一段特别的精彩 因为谁都会有这个职场的第一天 那我觉得您谈到的准时 还有仪表以及细心 这真的是三种非常重要的素质 在这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许总 许总因为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他三次来到幽门网 他都特别的准时 因为我们幽门网 一般情况下要求嘉宾 提前半个小时到 这样我们有一些互相沟通交流的机会和时间 但是许总每次都会比我们说的提前半个小时 再提前一些时间到 包括我们之前一直在跟许总约他的行程 能不能敲定今天这个时间到我们的在路上节目 许总一经敲定时间就及时地通知了我们 我想这就是很多成功人士共通的一种品质 不光是我们工作的第一天我们要做到 一直到许总这样非常高的一个地位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有那么多的行程 但是还是注意自己的这种准时 那我想大家可以学到的应该是更多了 言传深教重于这个言教 我刚刚都有点意识激动 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我觉得您就是用您的自身的行为 给大家上了最好的一课 谢谢 谢谢你